马车晃晃悠悠的,行了两个多时辰,这才到了山脚,三人刚下马车,便瞧见身后匆匆的,也有一辆马车跟了过来,然后从马车上跳下来一个小公子,这小公子,这是敏家的那位小公子,敏慎行。 你们来这里做事,本公子叫你们都没听见? 敏小公子,你怎么来了? 我跟着他来的。 小哥哥,你跟着我做事? 我家老头子让他跟着你,你去哪儿,我就去哪儿。 这山上有很多的蛇的,你也要去吗? 我,我尝尝一个男子汉,我,我才不怕蛇呢? 小丫头,你若是怕的话,尽管跟在我身后就行。 敏小公子,山中危险,您还是回去吧。 怎么,你是瞧不起我? 洛叔叔,去让他跟着吧。 几人一路往山里走,才上了一个小山坡,敏慎行便走不动了。 这时,耳边传来了嘶嘶的声响,而敏慎行在听到这蛇的声音时,腿肚子已经开始在瑟瑟发抖了。 敏公子,实在不行,你就先回去吧。 怎么,你这是瞧不起本公子不成,不就是蛇? 他正说着,便进他头顶的树上,掉下来一条花斑色的蛇,吓得他尖叫了一声,然后直接昏死了过去。 胆得这么小,还敢来深山之中,这不够是一条无毒的花斑蛇而已,竟吓成这样。 诸位,我叫公子任性,实在是不好意思。 你先带他回去吧。 是。 护卫应了一声,便背着敏慎行,匆匆地下山了。 明明是属胆小鬼的,先生喜欢如此挑战自己。 真没想到,这敏家会净出这么个怂火。 你不怂? 我公子也就在爷爷的面前怂罢了,那也是因为他是我爷爷。 许小神医误会了,我是在说你身后有条蛇,正朝着你吐着蛇呢。 许言当时一个机灵,取着手中的短剑,便往头顶上一挥。 这一剑,倒是让他直接斩杀了一条毒蛇,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斩杀了一条蛇的缘故。 逐渐的,有越来越多的蛇朝他们涌来。 咱,怎么这么多? 待会儿更多哟。 啊,那等咱们杀完这蛇,天怕是都要黑了。 他刚说完,便瞧见小奶团子掏出了几张符纸来。 贴脑门上? 陆青伸手结果,二话不说便抹了点口水,将符传贴自己脑门上。 他,他,他。 你身佛,贴上这些,蛇就看不见咱们了。 许言一惊,也学着先前陆青的模样,仿佛转的一头抹了点口水,然后贴在了自己的脑门上。 咱们得找出叶青,银环蛇,头腹,以及一些毒虫毒蝎子。 这些可都是毒王中的毒啊,你找这些做肾。 给我四叔父治腿啊。 用忌毒治腿,你这四叔父是什么病? 我家四爷从小便在军营中长大,因为耳里好的缘故,便成了一个小小的赤后。 十年前和三爷去了北江,你也知道,北江的天气常年冰封的。 我家四爷在那种条件下,常常都是几个时辰不能动他,于是就落下了严重的腿疾。 后来他也没在意,直到六年前,那次大战之后,腿彻底都废弃了。 肖家四爷不是一名军师吗?清闻六年前与北江的那场战,便是他指挥不当,再加上肖三爷与外敌有所勾结,所以才…… 胡说! 唉,听说我爷爷从前也得肖四爷看个腿,但无论是针灸还是钥匙都无法医治。 然然妹妹,你这抓这么多毒,是想以毒攻毒?